先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創用信息 因為其實現在版權很重要 講到這個 我們一般以前都比較強調是圖片文字的版權 對不對 請問一下字體有沒有版權 有 所以我最近部落格也有介紹 因為最近網紅有出現一些問題 就是濫用華康字型被告 所以呢我這邊有列出這個 有沒有看到這裡 免費字型核數群 不過說真的免費的老實講是不多 那你在簡報裡面你要用也要注意一下 因為你一定要了解他的什麼 我們現在最多大概就可以選的是網漢中這個字型 就中文的 那最主要是你一定要留意一下 尤其工部門或者是你自己 有公開使用的 你最好不要用華康也不要用穩定 就是不應該 你沒買的沒有取得授權的就不要用 這樣可以避免一些爭議這樣子 因為我們比較常聽到就是 你用了這個圖庫沒有經過授權被罰嗎 這個也會喔 但現在問題是在於什麼 他們的授權方案都是按年計費 也就是現在不是自己買了就OK 是你要每年都要繳錢 所以這造成大家會覺得說 怎麼授權方案那麼沒有彈性呢 那你有興趣再稍微看一下好不好 這個一定要努力喔 所以即使你PowerPoint影片或者是影片裡面 要用的字體也要注意一下 那我們回到剛剛這邊來 剛剛這邊呢我們有提到齁 就是授權 那所謂的CC 創用CC就是創作跟使用 也就是說呢你今天 如果我有一個這個圖片也好 一個文字一個聲音 那麼我要使用的時候 我一定要問作者吧 那作者是不是要回答你 所以這樣一來一回 是不是要花很多時間 有的他也不願意回你啊 你甚至也找不到怎麼跟他聯絡 所以呢 現在呢就有這樣的東西 那我知道大家現在很懶 所以這裡有懶人包好嗎 所以呢你就進來按一下 你就可以知道說喔創用CC 其實就是這四個圖示組合起來的 也就是你只要看圖示 就知道我怎麼授權 不用再來問我 這樣了解 馬上就知道 這種的呢 最好的就是只有一個圖的 也就是我只要告訴你 啊這個我來自哪裡就好了 你要拿去改 要商業使用 個人使用都沒有關係 這樣有沒有就一個圖的 兩個圖的加上這個 你就是要不能拿去賺錢嘛 就非商業性 這樣有了解齁 所以你如果是在引用別人的資料的時候 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 看他怎麼授權 那你如果看我們家的部落格 你有沒有注意到我有寫怎麼授權 有沒有看到 我寫的給你看沒關係 但是賺錢我來賺就好了嗎 這樣應該的嘛齁 我寫的啊 這樣了解 所以他要看我的文章 他自己要改 可以 但是呢 不能拿去商業用途 比如說他拿 拿來作為他自己的文章 看在他的雜誌上 這樣就不行 要經過我同意嘛 這樣了解 他就不用問我啦 這樣OK齁 那除了這個以外還有沒有別的 有 因為呢 我們除了這種穿用CC 上面還有一個很特殊的 叫公眾領域的 那這種公眾領域分成兩種 一個叫CC0 一個叫PDM PDM叫做人類共同資產 比如說萬里長城 有沒有 金字塔 巴黎 鐵塔 那些是不是大家共通的 所以呢 那些呢 你要用就用 比如說詩詞 古典音樂 這些就沒有所謂版權嘛 因為已經超過智慧產權保護的 什麼 期間 對 那這樣你拿去用就都OK 那麼CC0呢 是什麼 就是雖然 還在著作權保護的期間 可是他怎麼樣 自願放棄 你就拿去用就好啊 反正我就公開授權 那這兩種最大的好處是 我們剛剛是不是最早 他標示一下說 這出自哪裡 像我們引用別人的文章 或者像寫論文 是不是都要引用出處 這個 只要是人就可以 也就是你直接拿走就好了 那你了解嗎 你不要告訴我 這來自哪裡啦 那我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分享了幾個 關於圖庫這件事 那你了解嗎 所以你點進去 也就是說 除了你找了創用CC的授權之外 我們就現在有些圖庫網站 他們就專門在收集這些 CC0的PDM的圖庫 那你找到就自己拿去用 其實現在很多 非常多 那我往下捲動一下 我找一個有中文的 你先看 那你中文的會看的 你再去看英文的 你就知道 像這個 Pizza Bay這個 就有中文的 好 點進來 這個網站呢 它有提供圖片 有提供什麼 影片 那你可以用中文直接搜尋 可以用中文直接搜尋 也可以怎麼樣 也可以用英文 比如說像 我要找一些背景圖 當作我們簡報的人 對不對 你可以找什麼 背光 我來這邊找一個背景圖 G-R-O-U-N-D 好 搜尋一下 有沒有找到很多背景圖 你就看你要哪一種 像這個節日快到了 對不對 有點聖誕節的感覺 你如果要它你就點下去 有沒有看到我們右手邊 右手邊它有沒有告訴我們 這叫什麼授權 是不是CC0的授權 對不對 所以它說 你可以不會用商業用途 要不要留下名字 這樣很好吧 所以呢 你就點它一下 免費下載 它很貼心的告訴你 你要比較大張的嗎 你看 我們在這邊 我先把我收起來 有沒有比較大張的 對啊 那如果你要這一個 比較大張的要註冊 比較小張的不用 所以我就按下載就好了 它就問你 機器人不要來對不對 我不是機器人 又來了 行人穿越到 要有嗎 要有行人穿越到 還有嗎 這裡應該不是吧 沒有啦 驗證 好 不是直接按下載 請問它有沒有問你的名字 請問它有沒有問你的名字 沒有 沒有嘛 這樣很好吧 這樣有沒有比較好一點 對不對 你也不用註冊啊 就解決了 這樣你這張圖片 是不是就可以拿在你的 簡報裡面用 所以你看我們如果簡報你做好了 你就可以把它丟進來囉 當然 這樣子丟進來 這樣 也沒就進來了 欸 各位會不會這一招 這一招啊 按著它 丟到這裡不要放開 拉進來再放開啊 這一招你不會嗎 這小朋友教我的 真的啊 我們以前可能都是這樣打開 是不是 打開之後再丟進來 其實你下載就可以直接這樣丟啊 拉到這邊 滑鼠不要放開 拉進來 有沒有就進來了 欸 只是我怕你教你這一招之後 你以後會告訴我 我打開放哪個 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好 所以就要用我們 早上介紹那個啊 Literally TOKTOK Ctrl兩下 有沒有 這樣了解啦 所以 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 那 不是只有圖片喔 所以呢 你去找其他的這個圖 你看 我們再找一下其他的 你去找這些英文的 不管你是找哪一個 點進去 反正你只要認那個字就好了 這樣你就沒有版權上的問題吧 好 版權上的問題 好 一樣的我在這邊搜尋 你要找背光也可以 好 我們再找一下相同的關鍵字 搜尋一下 有沒有更多 對不對 找到你喜歡的 點下去 秋天到了 重點 看一下 有沒有可以commercial use OK Multipulation 就是你可以修改 也OK 沒錯吧 而且他有沒有告訴你 C70授權 對不對 PTM 它被Domain的 所以你就自己來這邊 先決定看你要哪一個尺寸 有沒有 右手邊有尺寸 Download 就好啦 這樣 應該沒有很過分嘛 哈哈 點擊一下 有沒有就在這裡了 拉進來 對 欸 就有啦 好 那當然你要指定的背景 這個我相信大家就會了 所以其實各位要做簡報 其實背景真的蠻重要的 你找一張適合 心情看起來就不一樣啊 不要老是用它內建的這些範本 你用了那麼多 人家以後都知道啊 因為你會點我也會點啊 哈哈哈 OK 來 還給你囉